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八月二十一號的公視 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引發外界 質疑美國的承諾不可信 美國總統拜登接受專訪時 首度回應棄臺論 他表示阿富汗與臺灣不同 更提到美國信守承諾 依據北約條約 美國對入侵行動會做出回應 對臺灣也一樣 外交部與總統府都表示感謝 專家認為這代表美國 對臺政策已經轉向戰略清晰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混亂局勢 引起外界質疑 美國對盟友的承諾不可信 美國廣播公司專訪總統拜登時 就問到中國藉此告訴臺灣 美國不可靠 拜登也首度回應 他表示中國不這麼說才奇怪 但是阿富汗跟臺灣 南韓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有根本上的差異 美國做出的協議是要阻止壞人 對他們做出壞事 更提到依據北約的條約 美國會做出回應 對日本 南韓跟臺灣也一樣 這也是拜登少人以來 對防衛臺灣做出最清晰的表態 美國國務院則重申基於一中政策跟臺灣關係法的一貫挺臺立場 重視臺海和平穩定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日前才駁斥了棄臺論 現在拜登明確回應捍衛臺灣 外交部跟總統府都對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外交部我們誠摯感謝拜登總統以及美國政府再度明確重申對臺灣的安全承諾 我國政府將持續提升自我的防衛能力 而這次拜登更把臺灣跟北約承諾相提並論 雖然沒有提到美國是否會以軍事干預方式保護臺灣 但已經引起熱議 臺灣問題專家葛萊伊認為 拜登是明顯說錯話 國異議有專家認為 這是代表拜登對臺政策已經轉向戰略清晰 蘇紫雲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也是明顯釋出訊號 將來把重心從中亞轉向了印太地區 現在美國官員多次對臺灣問題表態 也是藉此警告中國 美國重視臺灣戰略價值 不要輕舉妄動 記者 台北報導 大法官針對加勒福和華航等公司 提起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案 做出解釋 認為勞基法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 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 違反憲法保障性別平等的意志 宣告違憲 並且自解釋公告日期失效 賣場員工忙著結帳 尤其遇到民眾搶購衛生紙等務之時 更是一刻不得閒 有時甚至得夜間禁貨不貨 不過勞基法是九條之一規定 雇主不得讓女性於午後十點 到隔天一早六點工作 但是如果雇主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並且提供必要制安全衛生設施等 則不在此縣 像是佳樂福公司認為這違反性別平等 申請四縣 大法官認同 二十號宣告違憲 不只佳樂福市縣 華航也同樣針對女性空服員夜間服刑 提起四縣 提起四縣大法官認同意 四縣 由於近年來國際潮流漸漸傾向男女平等 不過女性團體認為 女性夜間工作 還是要維持一定的保障條件 由於女性夜間工作 除了涉及兩性平等 還有工會介入女性勞動權的概念 以及女性賺取夜間津貼 以貼補家用的實際問題 女性團體認為 兩者間存在很大的兩難 雖然大法官宣告違憲 可是企業和工會 仍舊要好好協商 找出平衡點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 帶你來關心到最新的天氣動態 為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 在昨天晚間八點 發展為今年第十二號 颱風奧麥斯 它距離鵝鑾比東南東方 約一千零三十公里 預計 明天將會從琉球附近海面通過後 將轉往日韓方向來移動 目前的資料 就顯示 直接影響臺灣的機率偏低 但受到颱風外圍雲系的影響 東半部地區將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而今天各地大多是多雲道勤的天氣 午後會有局部短暫的雷震雨 不過降雨的範圍會比昨天再減少一些 各地的山區和大臺北盆地 仍然是有機會來出現局部的大雨 而午後也要留意到這個部分的天氣變化 溫度方面 各地高溫約三十一到三十五度 中午前後天氣比較悶熱 如果要外出 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好 關心的天氣持續電影看到的是 高雄桃園山區 附近 拉夫蘭和梅宣三里 因為橋樑毀損交通中斷了兩週 公路單位在這兩天就開放緊急通行 讓造冊民眾走南橫公路 從梅山口到臺東採買物資 志工昨天集結三十輛 採購車到臺東 將所需的物品都買回部落 長長車正等在南橫公路梅山口八點一道 準時放行 由公路單位派車前後借戶 讓居民到臺東採買物資 雖然直升機空投物資 但瓦斯飼料等物品還是不足 才開放民眾走南橫公路 有部落居民前一天就盤點物資缺口 召集三十輛採購車 開放當天一早 就開車直驅臺東觀山採買物品後再回到部落 臺東這頭也有花東布農族族人 背脫衛生紙食物 等著桃園山區的族人來載運 雖說八月二十號開放通行 前一晚其實就有六十歲的父親 李民身體不舒服 衛生所評估後 建議後送 轉走南橫公路 受困兩週終於能外出 市府顧問高中德認為 梅山到臺東向陽管治站 雖然只有四十九公里 但從管治站到觀山或池上 單趟路兩小時 民眾採買完 得再花兩小時才能回到向陽管治站 若要趕上最晚放行的下午兩點 時間緊迫 也增加路上行車風險 公路單位表示南橫公路目前開放高雄梅山口往返臺東向陽 八月二十二十一兩天 一天三個時段 不過考量車程最晚通行時間會延長一小時 民眾趕不及也會開放林務局臺東端的山屋免費入住 希望保障行車安全 記者 王庭孟昭全 張明哲 高雄臺東報導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速報 首先來看到聯合報導部分 臺鐵太魯閣號事故造成四十九人死亡 超過兩百人輕重傷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 將在下週一公布事實資料報告 運安會主委楊洪志就透露 列車從隧道出口出來 到撞上工程車 只有十七秒的時間反應 如果列車沒有5點六分鐘 就不會出事 算是運氣很不好 而在檢視台鐵問題後 只能用千瘡百孔來形容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因應中國武力威脅 強化國防自主戰力 國防部規劃提出 兩千多億元的特別預算案 包含產自具有源頭打擊能力的飛彈 以及造建經費 國防部已經將遠程打擊 納入最新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建軍藥像 藉由對美軍採購 及中科院自行研製 籌獲多款長城精準彈藥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境外生苦盼回臺多時 教育部昨晚指出 指揮中心已經批合境外生 和華語講學經學生來臺 但不包括交換交流生與華語生 教育部依照指揮中心的意見 修正境外生申請回臺相關作業 預計將在二日三號統一發文 給各大專校院 請各校重啟境外生入境 並通知境外生準備返校 關心國內習慣肺炎疫情 昨天新增六例本土病例 三例境外移入 而其中一例是死亡個案 指揮中心也公布了最新病毒 基因定序的結果 最近一週境外移入的十二例 全部都是感染印度Delta變異株 其中有三例是突破性感染 已經完整接種兩劑莫德納疫苗 由於國際疫情嚴峻 有八國的入境者 需要入住集中檢疫所 不過卻傳出有家屬送物品的時候 夾帶毒品的情況 全案以郊遊檢調來偵辦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 週五二十號新增六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新北市三例最多 其次為臺北市兩例 及彰化縣一例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布最近一週 境外移入確診者基因定序結果 共有十二例全都是感染印度Delta變異株 分別來自美國 馬來西亞 南非 印尼 及中國 其中有三例為完整接種兩劑莫德納疫苗 仍然染疫的突破性感染個案 這三位剛好都是有接種過兩劑的莫德納疫苗之後 經過超過十四天之後 然後有這個無症狀或發病確診的 Delta病毒肆虐全球 指揮中心要求八國入境者 需入住集中檢疫所 不過卻傳出林口與陽明山檢疫所 有檢疫者家屬送來的物品中含有毒品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全案已經交由檢調偵辦中 也呼籲民眾千萬不要以身釋法 送進去的東西我們都一定會查 在檢疫所裡面一定會查 所以不要有僥倖的心理 尤其是毒品的就牽責到這個刑法去了 而國產疫苗高端將於下週一 二十三號開打 開放二十歲以上民眾預約接種 到週五二十號中午截止 累計已經有五十九萬九千多人完成預約 佔符合資格人數的六成六 目前累計國內新冠疫苗接種超過一千萬人次 疫苗涵蓋率為百分之三十九點四九 基次人口比每百人有四十二點六七幾 記者賴淑銘 詹淑雲 臺北桃園採訪報導 九月一號 全國高中以下學校就要開學 台北市的班級 如果有一名學生確診 要全班停課居隔 至於十二歲以下的學童 必須要有一名照顧者陪伴入住 面對Delta病毒威脅 新北市長侯友宜下令 境外確診住院者 一律採檢兩次陰性才能出院 九月一號 全國高中以下學校開學 學生們將回到校園上課 防疫當前 北市府嚴陣以待 市長克文哲公布多元彈性教學模式 還指出 依照目前疫情的狀況 原則上不用線上線下分流 但如果疫情有變化 就要有不同的因應方式 北市府依照疫情警戒等級規劃教學模式 如果是警戒三級學校停課 就以遠距線上教學為主 如果警戒二到三級有條件復刻的情況 除了遠距上課 也能夠分組到校 如果疫情再減緩 降到一級 以實體到校為主 不到校的學生 則採線上次主學習 至於體育課 則以足球 田徑等不會肢體碰觸的課程為主 但如果班上有一名學生確診 全班不但要停課 還必須一人一戶居家隔離 如果做不到 就必須要住到防疫旅館或 集中檢疫所 但對十二歲以下的學童來說 恐怕有困難 面對過去一個星期 臺灣的境外移入個案 有十二例來自Delta病毒 讓新北市長侯友宜下令 境外確診住院者 一律裁檢兩次陰性 才能夠出院 因應開學 新北市也投入了經費九千五百萬 協助三百六十三所公私立高中職 國中小採購快篩試劑 口罩 還有酒精等防疫物資 全力防堵 新冠病毒 記者綜合報導 臺劇斯卡羅飾演大骨頭的演員 是來自屏東縣來一鄉 丹林部落的查馬克法拉烏勒 他一生致力奉獻排灣族的文化 十九號深夜癌症病逝 享年四十二歲 他的兒子昨天到臺北領取總統教育獎時 特地穿上排灣族傳統服飾 表示要將榮耀獻給父親 從總統蔡英文手中貨頒獎座 來自屏東縣泰伍鄉泰伍國民小學的 樂可愛法拉烏勒 特別穿上排灣族傳統服飾 領取總統教育獎 要將榮耀獻給他的父親 查馬克法拉烏勒 查馬克在臺劇斯卡羅飾演大骨頭 濁漆肚 精湛演技受到觀眾肯定 卻在抗癌一年後十九號病逝 無法陪同出席兒子的頒獎典禮 享年四十二歲 家人希望樂可愛用最美好的心情 把父親最期待的這個獎 接到手中 談到為何答應參議員出斯卡羅 查馬克表示生命會影響生命 他想將酌其賭的精神傳給更多人 查馬克一生致力於文化附贈 曾榮獲施奪 長年指導學生木雕 榮獲全國原住民木雕首獎 也深入部落採集排灣族鼓搖 發揚傳唱排灣文化 兩度獲得金曲獎殊榮 而查馬克教過的學生 對於老師的逝去也感到不捨 查馬克法拉烏勒畢生推動保存傳統文化 以及推動民族教育 查馬克的妻子謝恩奇表示 查馬克走得很安詳 對於兒子榮獲總統教育獎 會把獎座放在靈堂上成為最顯眼的裝飾 親友將在二十四號舉辦告別彌撒 記者黃潔莊志成綜合報導 被譽為臺灣電影教父的國寶級導演李星 昨晚因為心肺衰竭病逝 想騎受九十一歲 李星打造出養鴨人家秋絕等經典作品 曾獲得三座金馬獎最佳導演獎項 還獲頒終身成就獎 李星也提起後備更創辦兩岸電影展引領教育獎 交流 如今過世消息也讓影世界惋惜感傷 以全埔農村為背景 帶出養父和女兒的親情 電影養鴨人家在一九六五年上映 風靡大街小巷 更掌握金馬獎多項大獎 用倒數手法描述主角位和殺人 回溯過往到最終覺悟的過程 電影秋絕探討生命 倫理觀 同樣是當年的金馬大贏家 幕後工程都和導演李星有關 國寶級導演李星從影數十年 從早期王哥柳哥由台灣開始 推出了很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為台灣電影史留下許多紀錄 比方把崇瑤的彩雲飛 新九千千節等作品推上大一幕 帶起一波崇瑤熱 還捧紅了珍珍 林鳳焦等演員 其中像養鴨人家 秋絕 汪洋中的一條船 讓他三度獲得金馬獎的最佳導演獎 一九九五年更獲頒終身成舊獎 除了經典作品之外 李星擔任金馬獎 職委會首任主席後進行改革 讓金馬獎成為華語片最具影響力的獎項之一 更努力牽線兩岸的電影人推動交流 二零一九年 中國的金雞獎和金馬獎 壯旗也直言斥責 就算高齡九十歲 李星對於華語電影的弘揚 始終不遺餘力 功不可沒 如今傳出李星導演 在八月十九號晚間病逝 想騎受九十一歲 營事廳中心董事長藍組衛表示 李星是新火相傳的傳新人 更是臺灣電影的開拓者 私人已遠去 但作品和風範會持續留存 這場日王德欣配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號在記者會上回應阿富汗撤軍的問題時表示 這是史上最大也是最艱困的空中運輸行動之一 拜登也承諾會盡一切努力撤離美國公民 與曾經和美方合作的阿富汗人 喀布爾機場外大批人潮等候 希望能搭上飛機離開阿富汗 英國和美國士兵試圖讓群眾平靜下來 並依序檢查他們是否有資格搭乘有限的撤離航班 取得資格的人心情雀躍 不過還有很多曾經為美國效力的阿富汗人 擔心遭到塔利班報復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號在記者會上承諾 會盡一切努力協助他們撤離 拜登也保證任何想回家的美國人 都會將他們送回家 並且對塔利班喊話 任何的攻擊行為 都會受到美方迅速且強力的回應 強調這是史上最艱巨的空運行動之一 不過根據CNN駐阿富汗記者指出 美國週四在喀布爾國際機場的航班 暫停了至少八小時 拜登也在記者會上解釋 這是為了確保班機的中轉站 有能力處理撤離人員 美方在喀布爾的指揮官 已經下令恢復航班出境 公視新聞政委人中介綱編譯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過去五天 撤離超過一萬八千人 這兩天還有包括外國軍隊翻譯在內 為數六千左右的人員等待離境 而驚恐期待逃離塔利班掌控的阿富汗人 也湧現邊界 人道團體就預估年底恐怕將出現百萬人規模的難民潮 極端宗教武裝團體 塔利班日前才在記者會上 以文明的態度理性的口吻 稱不會秋後算帳 不會對任何人採取報復行動 但聯合國掌握到的機密文件 卻顯示 塔利班已經根據手中的通敵者 黑名單 愛家愛戶的要把 存在北約部隊以及阿富汗政府工作過的人找出來 文件內容指這些人若是沒有主動自首 塔利班就拿他們的家人做替死鬼 逮捕審訊 處罰他們的家人 種種事態顯示外國政府人員的撤離工作 刻不容換 北約官員二十號指出過去五天 已經從克布爾機場撤離了超過一萬八千人 這兩天還有包括外國軍隊翻譯在內為數六千左右的人員等待離境 預估週末速度還將加快 把運輸數量增加一倍 至於沒有身份 沒有外國關係 同樣驚恐 期待逃離塔利班掌控的普通老百姓 則是湧現邊界地帶 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關口查曼 但十九號就出現這般人山人海的景象 歐洲的人道團體擔心情況若惡化下去 預估年底恐將出現百萬人規模的難民潮 重新2015年的產況 中亞通往歐洲的要道土耳其總統 阿富汗十九號最先發難 中亞通是歐洲的難民潮 要歐洲國家負起責任來 還說有必要的話 他將和塔利班就去共同的議題展開 在談論 有無人員傷亡 尚不可知 另一方面 長期和北約盟軍合作 勢力範圍在喀布爾北方 旁擊下山谷的反塔利班勢力 北方聯盟 派出了由前阿富汗駐英國大使 以及不同軍閥派系所組成的代表團 前往巴基斯坦 與軍事 政治的領袖會面 他們十九號在伊斯拉馬巴德召開記者會 警告塔利班重蹈覆轍是存活不了的 提議阿富汗應該籌組大聯合政府 北方聯盟創始人 旁擊下雄師 老馬蘇德的兒子 小馬蘇德 十八號在美國華盛頓郵報 發表對抗塔利班的盛戰 現在開始 但我們需要幫忙的文章 呼籲美國提供軍事武器 支援他們進行長期的戰鬥 故事新聞網紅編譯 接著帶您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新聞最後跟著鏡頭 一起來到日本的奇遇縣 欣賞稻田藝術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曾偉人 我們明天同一線再會